近幾年大家都會從各種渠道上都會聽到一個詞 就叫碳排放 那碳排放這個東西呢 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關鍵 影響著我們人類生存的未來的一個事情 可是關鍵問題來了 就是很多人會問說 我知道碳排放很重要啊 可是我作為一個個人一個普通人來說 其實我有什麼東西是能夠做到 去幫忙去降低碳排放的呢 今年剛過了一跟大家聊聊的時候 選擇有機素材除了得到健康以外呢 還有另外一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我們也是可以幫助濾化我們的地球 在有機種子裡面呢 其實我們的土壤就是我們的關鍵 所以說我們有機農夫會非常非常注重說 土壤裡面的有機質含量 我們每一次的耕種呢 我們都會施放堆肥下去 確保說我們裡面的有機質含量 是每一年逐端的提升的 那關鍵來了 當土壤當中每增加0.14%的土壤有機質的話 它其實可以儲存到空氣當中的碳的含量呢 是等同於是我們人類全體一年的全球排放量 就是 9 Gigatons 所以說這個聽起來好像很遙遠的東西 事實上 我們可以通過我們每一天的生活上的一個細節 一個簡單的消費決定 它就可以足以影響到說 我們人類的未來了 再次說